今天是10月28日 Lady Dada又有新玩 有朋友跟我說這些紅蔥頭 放在水中浸泡 就會飆高變成蔥 我要開始玩了 看看浸一輪會否長大成多少 我今天浸到第二天 好像高大了一點點 給點時間去吧 蔥頭的項目來到第三天 我們先看看 有兩粒好像不太好 繼續努力 今天浸泡的蔥已經是第四天 已經比我的瓶高了 已經有點發育 好可愛 今天來到浸泡的第五天 我們先看看 現在兩棵大 一棵小 一棵還未爆出 等下吧 今天浸泡到第六天 我們看看它高了一點 不過有兩棵高一點 兩棵矮一點 它們的生長速度有少少不同 這個浸泡的項目來到第七天 很明顯它真的高大了很多 接近一點 還有兩棵狀 比較慢一點 低一點 有兩棵就長得高大一點 這個浸泡的項目來到第八天 浸泡的項目到第八天 兩棵高一點 兩棵矮一點 繼續長大 已經浸泡到第十天了 很明顯快高長大 高大了很多 兩個高一點 兩個矮一點 繼續 繼續 加油 今天浸泡到第十一天 高了很多 我想都可以吃了吧 今天已經是第十二天了 我覺得應該可以收割 因為蔥味真的很香 很好吃 這個浸泡紅蔥頭的項目 我今天浸泡到第十五天 我相信可以收割 我倒了一點水 今晚就會吃 現在第一次浸泡紅蔥頭 蔥一蔥 今晚吃 很香 然後灑我們的蔥花 然後灑我們的蔥花 我想介紹一下 我想介紹一下蔥花 蔥花是我們自己用蔥頭浸的 和蔥花 在家中用蔥花 是這樣子 而且鐵匙花